要把他以前的,現在的全部顛彈,開始搞本土化 那個動機的事很奇怪 所以你注意,他也不知道什麼叫食人主義,意思是手法 他也搞不清楚,他承認我是食人主義者,還要搞革命 怎麼搞啊?怎麼搞不好? 發展好笑的一件事情啊 我一直到來 然後,各位 我一進來的時候,這個典範會崩潰 百家爭域 必須要新的典範取代,舊的典範 要paradigm shift 他是過去傳統做法,中斷創新 認識論方法論方面要整個變革 這個很像科學科目 有沒有問題? 我再搞一次,再搞整個 所謂認識論方法論,為什麼要整個中斷,整個開始 為什麼要講科學質疑,真正道理 你不聽科學質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科學質疑,怎麼革命 不可能的事啊 根本不知道人家怎麼玩,你怎麼搞法 你怎麼搞法 他是一個認識論方法論方面 甚至本體論方面在來的變革 我現在講的是本體論方面的變革 這個禮拜五你們有訊息你們來聽 我在談本體論的變革 中西的沸通是本體論的變革 你注意這個嗎 完全不一樣的本體論 你注意這個嗎 你沒有徹底顛覆的話 沒辦法解決的 你注意這個嗎 我們事實上沒辦法解釋 長期啊 你注意看 麥克風 出《Handbook of Chinese People》 《Chinese Psychology》 三本 再加上我們一些別的 《Chinese澳門人學》四本 等級一大堆資料 其實都一樣 鎖鎖碎碎 零零散散 發現西方裡就沒辦法解釋 你不提供你們的解釋自己嗎 《Handbook of Chinese People》 我可以跟你講 不可能 絕不可能 我們心理學會會 每次找外國人來這裡 根本就是一種從洋蔑外的心態 理事長可能就有問題 我跟你講 那個理事會怎麼會這樣 我在理事會 所以我公開罵了好幾次 照樣去請錢 照樣請服 我跟你講 我說其實整個不爭氣 你知道嗎 你注意 那個是學會的問題 組織的問題 整個心態的問題 注意這個 這個科學革命的理論 不是哲學層次而已 它是個學術盛行的問題 你注意 好 我這樣在談 你們有興趣你去看 因為在學會裡面這樣 請報警一開 然後我把大家講的東西 再寫成PayPal 然後再出版 很快大聲不按摩 按摩等級 不想太怎麼辦 學生更彷徨 我這次年會的時候 報告 他們給了一個 一百三四十個人的座位 爆滿 後面還照了一大堆人 回去以後晚上都會順道教育 有一些那個大官呢 坐在前面的人聽 故意罵給他聽 科技部 教育部 最不賺錢 故意罵給他聽 回去大家再招呼不安 然後然後他特別強調 科學革命 在他以前 研究科學史上重大的轉移的時候 兩種典範是不可通用的 他提出不可通用的概念 後來發現不對不是這個樣子 各位這個差異有很重要的遺憾 如果不可通用就表示你要重新開始 可通用 告訴你不是重新開始 對話 辯證 過去的成就 你要承認 要篩選 辯證性的發展 我在跟學生們講 也是後面這種說法 我不是說全面全部顛覆 不是 全部顛覆我來幹就可以了 你不用 你只要躲對話就可以搞新的 等一下我還講這個概念 他原來就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 不可通用性 然後是用get start 轉換 格式討轉換 看世界整個轉換 其實這個不對 後期哲學他還用的 不是這個樣子 你稍微調整一下就可以做了 難度少了很多 難度少了很多 對 他原先認為這個是 革命前革命後才有兩個 完全不一樣的世界以外 我是 你們不需要 你們不需要 我講更清楚一點 像我來搞自我漫頭的模型 像我來搞人形跟面積的模型 為什麼高度很用 因為那是革命 可是我來做就可以了 這個革命不需要每個人都做 你跟著後面做的時候簡單多了 那是可通約的 注意這個 我等一下告訴你為什麼可通約 原來這個想法是這個樣子 原來這個想法是這個樣子 好 各位請注意 我剛才跟你講 1965 他背 卡拉伯伯跟他徒子徒子圍剿 開始思考原來的想法 然後出版動文集 一生修添型 那裡面 他就開始調整他的那個觀點 他說 不是不可通約的 這可以調整的 注意這個 提出的概念叫 partial communication partial communication 前面的頂端跟後面的頂端 有很多是可以繼承的 注意這個繼承之間的關係 就是辯證的哲學 你要懂得跟人家辯論 然後你的主題是什麼 主題辯證的問題 跟他討論 跟他辯論 我在這個文化裡面 我們是什麼樣子 有沒有問題 注意這個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先注意 調整 心點兒跟究點兒不是完全對立的 有一些概念 你可以繼承過來的 有一些旧東西 我們一樣可以把它拼過來 我把那些擾了術餘 擾了概念 擾了實驗 重新安排 有個性的關係 它一定要是性的 這個就簡單多了 你不需要從頭搞起 這個其實在我們來講 非常容易做 非常容易做 你們有訊息 你注意看我們的縫貼影響 幾乎都是這樣搞 你稍微調整一下 當然要拼了 你一樣可以做很多東西 你注意這個差別好不好 點方的選擇 所以 不是個別成業 是成群絕對的 絕幫拿派 跟黑幫一樣 跟黑社會比什麼一樣 大家修法嘛 跳舞 你一定要在這派上玩多 不是看一下 一定要跟人家吵 你注意這個 然後 我們要 要喜歡 我們的立場 我要成為一個黑幫 我一定要有一些 理由 一些說法 來說我這個東西 是對的 是有道理的 各位你注意 我們怎麼壓力出來 注意 不是在於一個 時間前 就是時政所活動的 不是 注意 所以 我還要想剛才我們所講的 黑幫 再告訴你 實證 否證 其實都很難講一個理論 我們 我們評價 這個理論 從整體的關鍵 它一樣 關鍵的理論 不在時政或無政 至於這個 你那個理論 是不是精確 是不是精確 內部是不是融下 現在有沒有矛盾 跟相關理論 很會扣人在一起 比相關理論更好 說明更多的現象 更會有融洽性 精確性 還有下面幾個 見面 看清楚 一看 這比過去的人更好 可以解釋現象更多 很重要 很重要 還有 複雜多別的現象 我能夠 把它安定得很好 能夠做很多的解釋 然後我可以產生大量的研究結果 這個研究結果 可以按照你的思路推出來 你看 為什麼 我們在Fontier in psychology 一定要搞出一個 Special Easing出來 就這個道理 你不要問掉我們 學術殖民地 你會弄出一些東西出來 沒有人會認為你對 光你一個人能弄不夠 我出版在這個PayPal 人家還不認為你的Approach 有道理 可是 你找一批人來弄的時候 你這個黑一方就慢慢形成了 對 所以 這東西出來以後 我們 就要跟教育部跟科技部 跟他打開 把他打開 把他打開 找那個官員來罵他 所以你不斬勁 你才會把他害死 甚至把他害死 不是開了笑的 好 好 成效 要很大量的成功 而且 還要快速出版 所以你知道 我現在天天都在寫 幾乎一兩天都可以寫一篇文章 一兩天都可以寫一篇文章 為什麼 就這麼道理 要讓你在Approach 很valid 很有成效 所以這個 然後 還有 萬塊錢 不是只有在人家領域裡面可用 你要讓大家覺得很意外 喔 過去我們想像都想像不到 你也可以解釋 為什麼我們特別強調跨界溝通 跨界整人 跨界創造 就這麼道理 你把問題搞通以後 他可以跟很多不同領域的人 辯論 然後解決他們的問題 然後創新 千萬不要忘掉 越是跨界 你也可以做大量創新 注意這個喔 千萬注意 大家 這個社群 在做理論選擇的時候 不是指 限制上面這幾個標準而已 更多的還有 沒有 科學家那種的性能 信仰 社會因素 聽到嗎 既然我告派了 然後他對他主張這個東西 信仰程度怎麼樣 有很多人問我 我老師這是不是宗教 我跟他說 百分之百就是宗教 你一定要把它當作宗教來信仰 你才跟人家修圖起來 不是跟你開玩笑的喔 我們把它寫得很清楚的說 它就是宗教 你不然以後科學不是宗教 它就是信仰 就是believe 有沒有問題 我完全跟你講 它跟基督教 跟佛教 跟很多宗教信仰 完全是一樣的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你不能激起人的宗教熱情的話 這個運動不很有希望的 而且你不要忘掉 台灣這個社會是 哀莫大於心事 我到大陸去 我可以跟你保證 我可以搞起更大宗教熱情 為什麼 是個因素 台灣社群太小 人太傻 我到大陸去 上個禮拜我去那裡演講 他們是在網路直播 十萬人在聽 我這樣太好了 你都給我搞幾次 以後我可以經常會搞 很多會搞出宗教熱情出來 台灣都搞不起來 因為我們社群 你不要問他們心理會 心理學會有十萬人 我們心理學會搞幾個五百人 你不要跟人家一樣 那個宗教熱情很有限 聽到嗎 各位注意這是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 這跟你的理論不相干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這個其實你要搞清楚 對 所以 所以 他早期的哲學 任務 我們有危機了 過去就有點關 你沒有辦法解決這個現象 承擔就要學會吧 新的承擔就要出來了 被承擔以後 他開始調整個說法 危機不是革命的必要條件 不是 只要你懂得把激動理論結合起來 應驗結合最好 然後 你就可以採取一條新的理論 你就可以引發科學革命 所以 趴小腹的天然 不是沒有個性格 不是 可是你一定要懂得 把幾個理論結合 創新的 創新 跟以前的說法不一樣 其實很容易 我跟你講 其實很容易 請你千萬注意 這是他後期調整一下的說法 他以前都沒有情不革命 可是後來他就不需要 我們懂得把這種理論 重新拆開 重新整個 你就可以有心的論壇 當然 能不能被色情接受 看你這個人的自信 你的本事 你怎麼說法 我還需要那句話 所有理論都半帥氣 如果出來大家覺得不接受 你沒辦法 注意這個 後期科文哲學都跟你講 學者自己要注意他 學者自己要注意他 必須經常保持在天性的狀態 不是只有publication而已 天性來自什麼地方 來自兩個當地 什麼意思 一個是收斂性思維 一個是發散性思維 發散性思維 發散性思維是什麼意思 注意幾種不同理論 我怎麼把它卡曼在一起 提出我自己的觀點 發散性思維 有沒有提他的可能性 有沒有其他人可以對我所用 我怎麼跟其他人對話 你要經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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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的辯論 把你的問題提出出來 聽他的comment 跟他辯論 最好 這叫發散性思維 發散性思維 發散性思維以後 你還要回來考慮 我怎麼找到 來支持我的 這叫收斂性思維 要經常保持這樣的緊張關係 各位請注意 如果你是一種自我殖民士的 老師叫我怎麼做 我們完全不在平衡下風 沒有這步 我們台灣現在的心理學教育 叫你不談到這一步 不談 根本不懂什麼叫發散性思維 有沒有問題 注意的嗎 注意的啦 只告訴你用什麼技術 technic 音質分析也好 tech analysis也好 方向也好 其實都一樣都是技術而已 他以為技術就要產生data 不可能 那是實證主義的想法 後生主義的想法 後生主義的想法 不可能 注意這個差別 真的打和諧家 在和諧市上發生的重大事件 那是革命的 小的變化 多的不得了 不一定是全白的革命 你們假設是看那個批判跟知識分析的那本書 他朋友在派提出 就是 santificate evolution 科學 進展觀 進化觀 這是對的 真的打革命以後 可是並不是 每個東西都是革命 很多都是進化 santificate evolution 你們有書籍看到的書的時候 卡普普是主張這個東西的 對 大多數情況是辱入性 並不是辱入性 那某問題 最重要的 然後 更重要的事情 在 批判跟知識成長那本書裡 收集到一篇最強的文章 我猜應該是他的博士論 這個人大概是很年輕的一個博士生 他把 他馬斯克在 科學革命畫上那本書裡面 科學革命結構那本書裡面 所用的 配料 全部加起來 收集起來 加一分類 花線 三大類 二十一種都有話 沒理由不一樣 沒有什麼嚴格的定義 沒有啊 它是很韓服的指稱的東西 他說你到底在講什麼話 這麼紅的一本書 每個研究生都要看 沒有清楚的定義 各位一本書裡面就三大類 二十一種不同用法 那要拒絕定義 他就把它寫成一篇 各位喔 批判及知識真真 在增長那本書裡面 最好一篇文章 大概會研究成寫的 老師都 沒有那個新人去寫這個文章 事實上 拿起來分類 花線 怎麼會這樣子 對 批判 構成最嚴厲的批評 批判 批判 後來 後期哲學 調整很大 受這個影響 三大類 形上學典範 後世典範 這種典範是科學家的信念 信念 它是一種成功了形上學的事變 我們可以絕對很廣泛民意中 某一些Fact 它是一種形上學的信念 第二個不是 社會學典範 社會學典範 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各位 形上學典範是 一般科學哲學人所講的 本體論的典範 我們對這個世界 的預設 它的本體是看法 這是一種 第二種跟這個不相干 是社會學典範 社會學典範 核心社群裡面 我們大家公認的 我們根本沒有想到 本體論的問題 我們在玩政治遊戲 我們用規制 文章 這是社會學典範 我們台灣 絕大多數 都是在講 典範是這一種 根本沒有人可以談什麼 形上學典範 本體論的問題 世界觀的問題 常常談這個 可是不要好跳 當你真正進展到科學革命的時候 你一定要談到本體論 世界觀的問題 一定要談到 所以這 第三種才是典範 要談到的 構造的典範 artfit 或者construct 被人 我們在學術社群裡面 我們寫教科書 寫重要經典 我們都承認 這樣做是對的 它是個標準程序 我們大家依照這個方式來做研究 它就是OK的 這個它本來叫做 artfit construct 你注意 但 我還沒有這樣教以前 台灣的 社會科學教科書 從來不跟你講 本體論知識論 都只講方法論 這個就構成一種artfit 因為你竟然 受教育 學習 都認為作員就是這樣做的 這一次 我到成功大學去 我在哪兒 他們那個教育長出來支持 我們這裡很多大佬 第一個 我們全教育部長 黃宏春 他寫了一本教改 在我桌上給我一本 我是這個教授主 不要愛罵 我是想賣他 還有一本 黃老師所寫的社會科學語 在我桌上給我一本 我說還有機會 可是你不要忘掉了 我是不想罵他 馬力精嘛對不對 教育搞成這個樣子 黃部長 黃宏春 坐在那裡 兩個都先好了 可是你不要忘掉 這裡 象徵著一個artifate 的別人 因為現在大家發現不對勁 有人在那裏 不斷地教科學哲學的重要性 你必須要思考他的 形上學的問題 他的metaphysics的問題 他後面的本體論的問題 害得別人 要不然的話 你都不教 大家都永遠 用 只有網馬論 沒有本體論 沒有知識的方法 再做研究 不會變的 然後你注意 我這個研討案 弄完以後 叫大家寫成PayPal 我在出版PayPal 再給他幾個超級炸彈 你看這事情會不會變 注意這個事 然後你注意 他們是跟全體哲學說這樣的 都是在社會學頂班上 今天你要改變這個社會學頂班 改變他的政治制度 改變他的評估制度 你一定要不要客氣 得理不要擾人 我現在就在幹這個工作 為什麼 我不缺你幹了 我不缺你幹了 因為我已經退學了 你還可以退學了 他整不道理 可不可以整道理 所以我根本不會跟他客氣 沒什麼好客氣 上台就開始罵 最不宰真的是教育部 科技部 歡迎傳播 歡迎傳播 你注意這個 我傳播是很有學理的 所以我們請注意一個事 到Essential Tension這本書 開始調整他早期的說法 被Mustina批評 典範的概念模糊 還是調整 要有另外一個概念來替代 叫什麼 叫學科 集體 Lisbert Murray Matches 替代他 然後 將來我們講一個道理 美國另外一個實用主義的 科學學家 把這個概念提出 分辨前期 口吻 後期口吻的不同 他認為這個 兩個完全都有改變 問題是 那個前期 口吻 非常popular 每個人肌肉之大 經常用 我也經常用 很少人用 學概念機 集體 Diskplanet matrix 這個概念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用 我看了 我知道 可能我也不曉得該怎麼用 漂亮 因為彈性很大 很好用 你隨便用 沒人講不對 這個環道很難用 很奇怪的現象 所以 錯誤的概念不見得不好 懂我意思嗎 他才被人家接受就可以了 還是 我講那個 禁錮的概念 就是你說禁錮出來的東西 很popular 你儘管禁錮好 而且人家為了主動邀請你禁錮 我現在天天寫文章都寫不完 你注意這個 好 各位 這個Diskplanet matrix 什麼意思 四個主要概念 四個主要概念 第一個 叫做 Simbolitation 我們一定用一些符號 一些formula 一些圖形 來表示 自然界種 我懂 理論 我懂 方式 我們一定要用一些符號來表示 像我所畫的自我漫頭的模型 像我講 人情跟面子的模型 你要把它弄出來 讓大家可以形象化 瞭解你最重要的肯定 裡面都可以調整 你注意看我每一次醒的時候 我每一次都要調整 把它調到更好一點 更容易要接受一點 人家在看 你最好看我 越行越好 我在變 我在變 我在努力把它扣裝到新的領域裡面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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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